被譽為香港四大柴子之一的食品家蔡蘭 4天前飛敵我國展開旋風式美食之旅 吃過檳城和怡保到地美食後 今天她和美食團來到蓬橫雯東 品嘗萬果之王 榴槤 和別具特色的廣西菜 蔡蘭更鼓勵雯東餐飲業者 善用得天獨厚的雯東漿烹調美食 至於時神更誇口說 自己能夠煮出50道江艷菜色 馬上跟隨蔡蘭走進小山城品嘗佳肴 周遊列國多年 常遍各地佳肴的時神蔡蘭 中午一身土素打扮 現身蓬橫雯東果圓 品嘗令她念念不忘的果王榴槤 大飽口服一番 蔡蘭對於貓山王情有獨鍾 每吃一口就讚不絕口 這位食家也相當看好黑刺品種 接下來會成為愛好榴槤者的新寵 她過後在趕往老字號餐廳品嘗廣西菜色 對於傳統家鄉菜釀豆腐和味鏈機 蔡蘭都給予不錯的評價 並鼓勵業者善用文冬漿烹煮美味菜餚 文冬菜呢就要去發展 文冬菜怎麼發展呢 就是薑醃 通通用薑做的 那麼人家一想起薑 就想起文冬 就想起這個菜 就想起所有的大腸都是薑 薑的種種 雜質的烤的在上面 鋪箱在下面 放東西在上面 薑的做法可以做五十個菜出來 蔡蘭坦炎這次從濱城到宜保和文冬的 美食之旅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來到本地 與老饕和民眾品嘗更多我國美食 八度空間楊莉莎 彭亨文東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